手麻是什么病的前兆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全建 陕西省中医医院股伤二科主任医师 手麻咱们经常会出现 特别咱们有一个年轻人会出现 趴的时间常会出现手麻 这种是一个临时性压迫 但是如果说是你手麻没有缓解 怎么办呢 咱们要查查咱们的颈椎有没有问题 咱们的肩膀有没有问题 咱们的其他有没有问题 咱们查的时候呢 希望咱们特别特别注意 咱们的神经性是一个中刺性的麻木 还是一个周围性的麻木 如果是一个中刺性的麻木 是咱们本身神经的病变 还是咱们颈椎病引起的 所以先这时候咱们对这个病 要全面地进行了解 特别手麻的时候 咱们怎么去治疗呢 用一些药物 但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按规定 按要求去服用 手麻松开压迫地方以后 特别早上起来 如果好多人早上起来手麻 你活动一会儿 如果手麻会缓解的话 这个时候会出现是 咱们考虑一下 是不是颈椎的或别的问题 会做一些肌肉的放松 做一些痛点的压迫 看它这个麻木还存在 还是缓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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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